西洋大人,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大家早安,我是赖宇宗伟 今天台湾天气跟昨天很像 持续受到梅雨封面滞留的影响 去南湾都有震雨或是雷雨 其中西半部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那么今天也因为下雨跟封面北方冷空气南下的关系 这个北部跟东北部会比较凉 像清晨低温大约只有22度 中午高温约24到26度 那么中南部跟东部温度也稍微往下降 中部今天气温大约在24到30度 南部大约24到31度 东部的话则是24到28度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出门除了要记得携带雨具之外 可能要添加宝藏袖或是外套 那么低洼地区跟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雨势 可能会造成的积烟水或是落石的这个危险路况 那么礼拜一下半天这波梅雨封面 开始南下影响台湾 带来不稳定的环境 西南风也持续带来暖湿空气 形成对流云系 在阴封面的西班牙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雨势 其中以中北部的陶竹苗附近跟中部山区降雨最明显 那么昨天的话是封面全面影响的第一天 全台湾都有明显雨势 不过还是以银封面的西班部的降雨是比较多的 其中是以中北部这个降雨是最多的 南部跟东部也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今天跟明天是这一波梅雨封面带来全面影响的第二天跟第三天 那么实际上这样子连下两三天的大雨 累积的雨量会相当可观 那甚至会逐渐达到许多地方 对于降雨的可承受的程度 所以提醒大家这几天前往危险或是比较脆弱的地方 都要特别提高警觉 像刚刚提过的低洼地区或是山区都要特别注意 那么礼拜五跟礼拜六封面的位置会稍微往北台 到我们台湾北部到北部海面附近 不过全台湾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也还是要注意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但是也会有比较多这个雨势缓和的空档时间 因为这个雨也不是说一直一直下 中间会有一些空档 那么礼拜天天南风还会再增强 预计封面的位置会再逐渐往北远离台湾 雨势会越晚越小 到下个礼拜一的话 随着封面北台到长江口附近 我们台湾会转为比较稳定的天气 北部跟东部会有机会见到阳光 但是偏南风的增强也会使得 因封面的中南部还是不太稳定 清晨沿海就容易有雨 中午过后山区比较容易有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未来几天还是要特别注意整个天气的变化 以上气象油天气风险赖中伟提供 这一面看我还几天气风险赖中伟提供 蛋气风险赖中伟赖中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